今天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黄旭华 曾庆存获得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他们是中国科技界最亮的星 黄大年纪念碑在长春落成 私人已逝福音久长 科技强国的号角已吹响 这颗巨变的种子将如何以惊人的速度不断生长 一年又一年春运开启着我们对家的记忆 今年春运走得了走得快还要走得好 30亿人次的大千玺 背后又藏着多少人的默默付出 寒假来临 熊孩子们开启欢乐时光 父母们却直呼我太难了 为啥 十大辅导作业后遗症 请问苍天饶过谁 书里全天热点 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如果白天注定用来发声 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 吉林卫视新闻杂志节目今晚 我是高原 今天是2020年1月10号星期五 欢迎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今晚栏目的微信平台上 跟我们保持互动 进入今天的节目 中共中央国务院今天上午 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为最高获奖者颁奖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国船舶 重工集团公司第719研究所 黄旭华 中国科学院院士大气物理研究所 曾庆存获得2019年度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他们的故事你知道吗 58年开始一直到像今天为止 没有离开和前进国 这一点我自豪 就是三四年没有回过老家 被弟妹们误解为不要家 忘记了养育他父母的不孝儿子的 孝儿子有人问我 忠孝不能双全 你是怎么理解的 我说对国家的忠 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我和我的同志们 此生属于祖国 此生无怨无悔 那就是我们没有数据前一报 国家科学技术奖 是我国各个领域科技创新成就的集中体现 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项目 有致力于改善民生 绿色发展的科技创新成果 每年评审一次 由各单位和专家学者提名 共分五个奖种 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共评选出296个项目 和12名科技专家 其中就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国家自然科学家 国家技术发明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科技进步是国家发展和改善民生的 强大推动力 这得益于一大批值得尊敬的科学家 将毕生心血投入到国家各项科研事业当中 这是一个国家对科研工作者的最高理赞 也是一个民族对科技追求的最佳注解 他们是中国科技界最亮的心之境 科研行业投入高周期长见效慢 一项成功的科研成果 可能建立在如山的实验数据之上 建立在一次次失败的基础之上 其背后是长年累月的艰辛付出 有的还是几代人的心血结晶 新年一史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子中 为这些科技成果点赞 嫦娥四号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登陆月球背面 长征五号摇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雪龙二号首航南极 北斗导航全球组网进入冲刺期 5G商用加速退出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凤唐展翅 究竟是什么科技魅力 让习主席为他们点赞 2019年1月3号 嫦娥四号在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登陆月球背面 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 月背影像图 这是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和巡视勘查 开启了人类月球探测新篇章 2019年12月27号 长征五号摇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将我国东方红五号新一代大型卫星平台的 首科试验卫星实践20号送入预定轨道 这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第三次飞行 从失败到成功 中国航天打赢了翻身仗 2019年10月15号 雪龙二号从深圳启航前往南极 执行科考任务 这是中国首艘自主建造的 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 将与雪龙号一起双龙探齐 开启中国极地考察新格局 2019年12月16号 长征三号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将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第52-53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这标志着北斗三号全球系统核心星座部署完成 为实现全球组网 垫定坚实基础 2019年6月6号 工信部正式向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中国广电 发放5G商用牌照 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5G技术和应用创新 在国内形成新一轮热潮 AI 工业互联网 智能制造 智能生活等领域 正因为5G赋能而发生质点 2019年9月25号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 工程建设难度世界少有 初步统计已经创造了40余项国际国内第一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还将服务北京和匈安新区建设 为经经济协同发展提供新动力 科学家是科技发展潮流中的探路人 领军者 也是我们心中最耀眼的心 为了纪念我国物理学家 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 1月8号 黄大年同志纪念碑 在长春市九龙园社会公墓落成 黄大年是著名地球物理学家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时代楷模 杰出科学家 全国优秀教师 2009年 他毅然放弃国外优越条件 回到祖国 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而他的归国 让中国地球物理勘探 正式进入深地时代 2017年1月8日 黄大年不幸因病去世 年仅58岁 黄大年同志纪念碑的落成 寄托了人们对这位心有大我 制成报国的 杰出科学家的怀念和哀思 把黄老师留下的事业做好 同时呢 像他一样能够把我们国家在深地资源探测 在航空地球物理技术方面的一个发展 推向更前沿 他的心有大我制成报国的精神 将永远在我们吉林大学的全体师生和广大 交友中得到传承 弘扬和光荡 我国涌现出的众多杰出科学家 无一不是在各自的科研领域 日复一日潜心钻研 用满腔热忱 勿热了一条条冷板凳 才创造出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静心堵制 心无旁骛 历届浮躁 他们这种干坐冷板凳 啃下数十年磨一剑的苦功夫 淡薄名利 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 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值得大力弘扬 由黄大年生前同事 学生等组成的 黄大年同志先进世纪报告团 三年来已在全国开展130多场报告 受众近百万人赐 黄大年生前的科研助手 吉林大学教授于平 是报告团成员之一 在女儿的印象中 妈妈总是缺席她的家长会 但却从未缺席过报告会 妈妈这次出差 是去苏州做报告 像这样的报告 三年在三十多个城市 她做了上百场 报告的主题是怀念一个人 高压 劳累 过度悲伤 每次报告都是在回顾伤痛 我也问过妈妈 一场报告为什么坚持这么久呢 这三年我也一直在想 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么多场报告 那么我们在观众心目当中 到底黄老师的这种事迹和精神 种下了一棵什么样的种子 小姨 是不是她 对不起了 小姨 又让你的妈妈加班了 你知不知道 咱们国家地下呀 有多少宝藏 黄大大要做出一个千里眼 在天上就能看到地下所有的宝藏 但黄大大自己忙不过来 需要你妈妈帮忙 你啊 一定要听妈妈的话 我明白了 为什么三年来 妈妈总是加班了 她在和同事们完成 黄大大的梦想 通过报告 他们也把梦想传递给更多的人 让它成为现实 爱国奉献的实际行动 影响感染了全国的大教师 教会我们的新一代的青年人 包括我们现在正在海外 从事类似工作的科研人员 我觉得真的 这样的报告会非常有必要 这人此间在这种报告会下 我觉得给我的更多的 还有一种精神的职业 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创新决定着文明的进步 必须把创新 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这一国家重大战略 吹响了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 这是一颗巨变的种子 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生长 从嫦娥探月 到长武飞天 从蛟龙入海到航母入列 中国以一系列创新成就 实现了历史性飞跃 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中国 自信宣誓 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我们的奋斗中梦想成真 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 既不盲目自信 也不妄自菲薄 今天一年一度的春运 再次拉开大幕 一年又一年 春运开启着我们对家的记忆 世界再大 别要回家 今年春运 从1月10号到2月18号 40天春运期间 全国旅客发送量 预计将达到约30亿人次 与上年大致持平 略有增长 不少人关心 我国运输能力 能满足如此庞大的出行需求吗 随着交通设施日趋完善 春运供需矛盾将进一步缓解 2019年 我国新投运铁路里程 达8489公里 其中高铁5474公里 许多贫困地区 革命老区 外出务工人员集中的地区 都通上了高铁 全年新改建扩建的公路 达33万公里 全国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 通上了硬化路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 一大批重大标志性工程 正式投运 这些都为提升春运保障能力 打下了基础 春运期间 民航旅客运输量 预计达到7900万人次 比去年增加约8.4% 将创历史新高 平平安安 回家过年 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期待 作为一年中最大规模的人员流动 安全对于春运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春运期间 多个部门协同发力 将确保春运平安有序 春运不仅要走得了 走得快 还要走得好 今年春运为了优化出行服务 提升旅客体验 各部门都推出了不少实招 让乘客的春运体验更舒适 一句话 春运工作协调机制各成员单位 将全力以赴 做好春运各项工作 努力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用实际行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 度过欢乐祥和的春节 那根据长春站的消息 2020年春运期间 预计发送旅客400万人次 日均10万人次 同比增加了20.5万人次 为保障春运有序进行 长春站在做好日常基本服务的基础上 加开加挂列车 完善应急措施 全面检修设备 优化售票方式 加强有效衔接 实行电子课票 春运期间 长春站将联合铁路公安派出所 加强铁路失信人管理力度 维护正常乘车秩序 长春龙家机场 根据航班情况提前做好预判 T2航站楼22条安检通道全部开放 增加保障人员840人次 同时在炸机口设置问询服务台 为旅客提供有效的资讯服务 所爱龙家机场强化五指化便捷出行 设立多个自助执机和自助行李 托运设备并加派引导员 确保旅客出行的顺畅顺利 今年春运开启之前 京哈铁路吉林德会达家沟沿线 接连迎来降雪 雪松景观浪漫为美 但是中国铁路沈阳区集团 有限公司长春公务段 碳商工人王超 无暇欣赏眼前的美景 他手拿探头跪在铁轨上 目不转睛地为铁路钢轨 坐着全面体检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县路都是无风县路 整个一条区间是易概钢轨焊接起来的 它冬天的时候钢轨收缩 所以说钢轨里边要承受很大的力 如果这时候钢轨里边有一个微小的缺陷 就很容易造成断轨 断轨之后对行程安全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用手指弹头的纸盒 最主要的是凭手感 如果戴手套的话 那个作息质量达不到要求 所以说不管温度低 我们都用光手去去探测 动手的时候实际上没有办法了 放到怀里捂一捂 放到嘴边喝口热气 还得继续去干活 春运的时候应该是任务量还要大 那个工作还要非常繁忙 因为春运的时候 这车的命都大 我们为了保证安全 就收到探测周期增加探测品质 春运他又来了 无数次和陌生人摩检接踵 换来这一次与爸妈的重逢 穿越山海心向团圆 大概是游子们对于春节终极 而又纯粹的念想 这是归乡路漫漫 在这场全民大连欢里 你十有八九会想不通 赶飞机 蹲火车 几大巴 最后加上三梦子 为什么依然会错过年夜饭 走家窜户拜年 你的心理过程大约是这样 这么多小孩挺热闹 别叫阿姨叫姐姐 不给红包不合适 赶紧无尽我的年终奖 而最难的是离别时分 爸妈的关心没有尽 而你的假期余额却不足 以上如果你觉得条条扎心 那么我们做了一个小小视频 为您准备了一款 新式团圆套餐返向春运 优质低价没烦恼 买它 海里巴里注意了 2021年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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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时下最火12306 十个同时有九个在用 可是拜托 人家每次的票都是限量的 自价呗 清醒一点 你看这堵车的颜色 爆款番茄红 不要慌不要慌 今天小天来给大家推荐一款 最新式团圆套餐 机票白太价 车票不用抢 真正的性价比之盲 来小助理 除夕前三天从贵阳飞广州 最低只要219 最低只要219 Amazing 这不就是个打车钱吗 看着没绿了绿了绿了 Oh my God 买它买它买它 你不差钱 你有价吗 性感慢感赶上年夜饭 不如把爸妈提前接来 看看大年三十儿北京场 来左边跟我一起转个转 右边随便转个弯 听东院到听东院 第一条油门踩到你 小助理 所有单身男女就一了 反向过年 还能帮你淘于七大姑八大姨的维C赌结 不快三十儿 咋还不找姐 找工作这么会找 咋找对象不会了呢 没有对象 有爱美的对象也行 我跟你说 女孩子一定要尽快找个好归宿 我的妈呀 催婚困扰就地解决了 还有那些红包 职业假教 轰轰假假 反向春运 简直是这出门的绝配 绝配 绝配 爸爸还住哪儿啊 你再说一遍 9.2号车的福利来咯 北上广深 你花500 你花600 你住什么相顿 你住什么系的女儿 单身在春节 用快捷酒店的价钱 就来享受五星体的服务 Oh my God 这也太过瘾了吧 春运开启 意味着年越来越近 眼下各大中小学 陆续迎来寒假时间 放假了 熊孩子们开启了欢乐时光 可很多父母的内心独白 就是我太难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写作业那是鸡飞狗跳 十大福到后遗症 请问苍天饶过谁 咱减法不会 家伙总应该会的 你不会 你掰这手 你掰了 掰了 掰了 7加5等10 你咋办吧 你掰一掰 你掰让我看看 一包十 我让头包好 还有什么 哈哈哈哈 这需要想啊 阿平平这需要想啊 你不说谁和谁组成谁 你对我算是仁慈的 你这妈妈都老一血 你还没往我弄 我感谢你 感谢你了 从咱 9945 你还没伸屁股 9945 公里的公 公里的公是哪个公啊 就这个公啊 公里做的牛 什么公里做的牛啊 小孩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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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百米八百米 各位上十位介义 我先看不见了 啊 要得他不见呢 他能不见啊 他见 他见也得见 他不见也得见 一天一 昨天一模一样 就树不一样 就做错了 救救我 爸爸你别找我爸 我没你这样的爸 我没你这样的爸 出一一根线 出一一根线 自己读一遍 出一一条线 增上一片不稳的鞋坡 铁铁壮壮的底下 逮逮壮壮的 不对 再拼 逮逮壮的 你好好看看 逮逮壮的 对 逮逮壮的 看他在干什么 什么 你再否一遍 再否一遍 我就跟你翻手 关于辅导学习这事儿呢 其实更重要的是 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 增强孩子的自律性 还是要以鼓励为主吧 假期还长 且过且珍惜 希望多点 母子子孝的和谐画面 说到这儿 接下来进入资讯板块 360度 秒读天下 1月9号 吉林省服务贸易等项目 对外支付税务备案 电子化系统正式上线 该系统采取 及时填报 网上查验的服务模式 备案人员只需上网登陆 国家税务总局 吉林省电子税务局 通过服务贸易等项目 对外支付税务备案功能 便可足不出户 线上完成备案表的申请和资料上传 银行查验通过后 系统自动生成 加盖税务局电子签章的 税务备案表 即可直接为企业办理 复会业务 按照武警部队统一部署 1月2号到6号 武警吉林总队首长机关 带机动支队深入惠南雪山密林 开展为期五天的冬季野营拉链 本次拉链累计摩托化机动 480公里 徒步行军154公里 围绕机动行军 对抗演练 实弹射击 野外生存 指挥通信 后装保障等20个科目 展开全员额 全要素 全过程 实兵实弹演变 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努力下 我国民族八省脱贫工作 取得进展 截至2019年11月底 累计484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经过三天辩论 并否决一系列修正案后 伦敦当地时间1月9号 英国议会下院 以330票赞成 23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 三度通过了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脱欧议案 约翰逊向他承诺的完成脱欧再进一步 时光匆匆 往事如风 在夹缝中品味历史 丈量生命的温度 来看光阴里的故事 干惊天动地式 做隐姓埋名人 回望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走过的历程 正是因为一代代不畏艰难 干预寂寞的科技工作者 接续奋斗 从未停止探索未知领域的脚步 才创造出了诸多 令世界叹为观止的发展奇迹 今天的光阴 我们聚焦五位冒蝶老人 他们一生专注一件事 在各自领域成就卓越 却低调谦和 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择一世 献一生 过去逮判了 外国人逮判 使得我们把领土叫上去 但是这次逮判呢 是把领土拿回来 这个呢是历史上提及时的 高中十字的话 这当然是国际上十五千的 一般的他回到家里头 他先上书房 把他自己带的材料什么 有时候我看他的书包真重 他什么有些材料 就要晚上他读着看 我说你那上班是工作 下班也是工作 他说材料多啊 我一生在科研上 做了点什么呢 我认为我有一个思考的脑 接受历史赋予的任务 一双勤劳的手 动手克服面临的困难 一张嘴 二十七年访问 二十七个国家和地区 讲出中国的声音 我的一生努力 可以用两个部分 重叠的圆圈来表示 一个是真词 一个是疼痛 中间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 韩世宜啊 对对对 医院发明的亚生酸注射液 对评为国家二类新药 这就是我的 搞白血病 我发明了一种药 这个药呢 现在的名字呢 叫亚生酸注射液 年纪大了就回去休息休息 为什么还要坚持看病人呢 我不去不行啊 我在家家里坐着 他那个病人呢 经常是不是一个人 还带着人 带着病人 带着家属 上我家去 我说我接着干吧 这一干就干了 现在 要评价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我认为不是看你盖了多少超高层 高层建筑 我要看你有多少城市公共空间 才说明你的城市规划 城市建设者心里真正有老百姓 传统建筑文化 精髓 是什么 是不是那个大屋顶啊 是不是那个琉璃瓦呀 不能这么说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 我认为就是在于 以人为本 天人合一 这样一个和谐共生的思想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是 倒计时的人 老了以后觉得我 什么都无所谓 就是时间是有所谓的 因为我没有了 我只剩下这点时间了 所以我是倒计时的 我算好了 如果我活到这么些岁 我做什么 我再活几年 我要干什么 这我已经有谱了 人生一世呢 就像苏东坡讲的 飞红爬雪泥 如果你这个人 真的能踏出一个脚印 而且这是社会进步的脚印 那就是你最大的幸福 这也是人生最高的价值 一个社会 如果每个人给予社会的 略大于他从社会拿走的 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发达起来 我就希望我是给你多予拿走 如果白天注定又来发生 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 一江寒水清两岸穷花宁 进入雪季 天宫格外作美 北国江城吉林市 频频出现雾松景观 请我们最后 一起走进绝美的银白世界 好 感谢今晚有您的收看和陪伴 朋友们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